嗨 全民線大家你們好 我是彭尊 然後我的專長是籃球以及球類運動 那國中高中呢我都是用籃球以及體育只有升學 最後是北市教的體育系 那希望在這短時間之內呢 變出一個不錯的成績 Let's go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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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前面看到这影片是我大概三月多的时候做的数据测试 我其实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拍第四季全明星嘛 所以我知道说第三季快结束的时候就赶快来做这件事情 大家刚开始看到影片就是我跑那个12秒94 100公尺 我是穿布鞋 然后我想说如果我穿钉鞋是不是可以更快 结果我第二次练习第一次穿钉鞋的时候 整个大腿就拉伤然后我就真的修了三个月 所以不管是跳远啊或是蕾球 当然我蕾球就很烂 但跳远的那些都是我受伤后的成绩 所以其实就不是说非常理想 然后当时我就想说好不管我有没有受伤 但是至少这件事情我想要竭尽我所能 所以最后呢我们就毕竟是YouTuber 所以还是把它剪成了一支影片 也放上了桌球跟篮球 这个其实是制作单位并没有需要的影片 只是我觉得说这个会不会帮我加分 这支影片上的时候应该很多人知道说 我已经在第四季里面 想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想要报名这件事情 因为我认为运动跟娱乐是脱离不了关系的 那这也是我一直在做 那我觉得全明星最棒的是当然它是以娱乐性质 其实是很重要一部分 另外它还是结合到非常非常多的专业的运动员 光是领队就前卫军江洪杰 以及郭洪志都是已经是世界级的 在台湾非常知名的运动员 概念跟我的频道调性非常的像 所以我来做这件事情 那直到后来六月的时候 我才接到制作单位说要去做个面试 也是在那时候呢 我真的整整这三个月中间有去打了两次球 然后又再度拉伤 所以其实我刚好就三月到六月这段时间 我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在运动 一直属于在恢复的状态 在接到消息的那一个礼拜前 我就有在做重量训练 因为我觉得好像要重训再加上 自己的身体的恢复才有办法去承受我后大腿的肌力的不足这样 面试完之后我赶快就补上了跳远成绩 所以最后跳远成绩是有在更新的 就不是以前面的三米九受伤的数字 其实就是到那时候最好一次是四米九的数据 大家现在知道就是我已经在里面 不过这其中呢有太多的人帮助我 我跟电视圈并不是这么的了解 我只要遇到朋友我知道 他们可能对这方面比较有认识的话 我就会告诉他们说我想要做这件事情 甚至呢我又要浅姐啊 还有一些工作伙伴我都告知他们这件事 在网路上不方便把每个人的名字都说出来 但是我由衷的感谢所有帮助我的人 我觉得能够进到这个节目里面对我来讲 就是已经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在毕业之后这么多年 然后都在做推广运动的事情 然后还有机会能够再当运动员 我自己是蛮开心的 但我知道接下来训练会非常的辛苦 现在就已经很辛苦了 还不用到未来 所以呢大家也不用担心说 我之后还会不会拍片 我会很同时会认真的训练 每一周呢我还是会抽 固定的时间出来继续拍影片 未来的半年呢 不管是YouTube的朋友 还是全民线的朋友就 请多指教 那喜欢影片 记得订阅我影片 追踪我的IG 我们运动厂商见啰 拜拜